今天要感觉啊 易建联身份证及转账4.8万新台币的金额也遭流出 爆料者疑似就是易建联性交易对象 其身份是个跨性别者 易建联是大陆史上第四位进军NBA的球星 2012年重返大陆直篮 2016年又曾短暂加盟胡人队 在大陆篮谈地位非同小可 如今丑闻风波持续扩大 易建联还没回应 但已遭13个代言品牌切割 同样卷入丑闻的 大陆蛙王秦海洋几期日 遭未婚妻爆料劈腿嫖娼后 18日秦海洋风波后首次亮相 初赛世界杯上海战 以56.52秒成绩 夺下男子100公尺蛙是预赛冠军 不过因为比赛门票是在他出事前就售出的 因此现场不断有民众大喊 秦海洋拿下第一后脱下蛙镜 一脸轻松地对观众席回首比赞 引起陆网怒批他毫无反省之心 接张欢迎综合报道